我们说说前生人 那个字规避一下 最早在我们两年前吧 就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就已经用科学的角度去阐释了一个问题 用科学的方法 验证一些实际的例子 很多案例 专门的组织 甚至专门的轮转村 转来转去还是自己家人 这种情况都有 什么情况都有 不从类变成人类 等等 看见的 看不见的 类都有 我们也说了 我们自己有一些 所谓特异功能也好 所谓的超自然 其实就是人 他达不到普通人 达不到这个境界 自然界的风雨雷电 能使唤这些 有这些功能 那本来就是自然界的东西 就是自然嘛 怎么超自然呢 那就是一个长到非长到的辩证 你人 普通人达不到 就认为他超自然 你可以说 超人类其实也不尽然 因为有的人达到了 超于常人 那可以 他们很多事 其中有这么一个人 他就跟我说过 说你之前也有这个 地方命 当你说到一个什么的时候 腦子里蹦出这两个字 那都是过去时 我们说这些 有些人好像以为 你自夸 这些人不信 实际上 说了 有些人认为你 怎么怎么好 这些人也是无知 真正我们说起这些 应该是惭愧的 因为曾经很辉煌 现在什么都不是 沦落到这个地步 包括说你祖宗 很了不起 那到你这啥都不是嘛 那有什么好提的呢 你说出来让人笑 这才是真正的 根本 但是有没有用呢 有的时候 如果出于自我反省 这第一 第二的话 我树立一个目标 学祖宗 向往层前 那这可以 输了心念 然后 等到 这个过程很努力 到了一景还乡 广告要走的时候 再来 你有这个心 就好了 也不要在 之前 太费功夫 因为你什么都不是 又能怎么样呢 然后 这个不仅是一个人 曾经这样说过 也不知道我是 哪个 小野地方的 这个 小小 这个也不一定是 就皇上 可能 有这个机会 帝王将下也算 曾经有一段缘分 我就测过 说跟他之间呢 就是有一事 我是 这个领兵打仗的将军 可能也不知道是遭返 也不知道是出征 然后 总之 这个大概过程 路上 大浪天 遇到一个 风尘女子 就带着她 一起打仗 你想能带这种人呢 那也是 起码是 一二把手的 在这个部队里 掌管着 这个部队 然后 破例了 结果路上给她 冻死 然后这辈子 她就来 向我讨战 一开始 看似是 助力 但是后来 总之 我在消耗 这种事 好几次论证 然后呢 然后我们从 叔叔的角度 也能去印证 通过八字 太原面公 太西 算出来 结果 也是这样 先生也有这些东西 就是这种类型的 其实我们从道理上 不懂这些 也无所谓 你擅长什么 就是说你先生 力量或什么 而你想什么 你不一定擅长 你想唱歌 那我不擅长 可能下一时 才是 会沦落到这方面 那比如说 一说 小二 来了 客观您的 上啥 我们说起来很顺口 那曾经就有这种情节 然后 演绎一下 还有就是 江湖戏 这种 江湖刺客 以及花花公子 中文字